大家好,今天是6月20日,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。 我是朱迪,立即跟大家回顾三星期工商铺重点新闻。 美国联储局三周宣布6月移席结果,决定加息0.75厘,幅度为至1994年以来最大,符合市场预期。 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接受本台访问时指,相信本港银行占不会跟随加息,估计对工商铺市场影响不大,并向观众推荐高回报保值物业。 想了解更多,可以到中原工商铺咨询台Facebook、YouTube重温片段。 由第一集团发展的长沙湾东方国际大厦,高层全成年平台特设户以约1.3亿元或投资者承接,物业面积约1万平方尺,此价约1.3万元。 估计买家购入住长线收租用途。 东方国际大厦,甘取得路火纸,累不约4成单位,套现云10亿元。 而九龙湾红泰道14号工厂,前身为第一集团总部,新进透过标准金额完成补地价,设置约7.24亿元。 项目总楼面面积约21.9万平方尺,每平方尺补地价元3307元。 地盘将重建成楼高21层的写字楼,预计在2024年落成。 核心区铺位备受追捧,由知名十四家族相关人士持有的湾仔乐客道金乐大厦地铺连阁楼,上周透过拍卖行拍售,最后以约8200万元售出。 较开价高约19%,物业面积约1500平方尺,持价约5.46万元。 物业于34年间,升值约7700万元,约15.4倍。 中环史丹顿节,单边铺位已约3300万元售出,铺位面积约700平方尺, 此价约4.71万元。 原月主于1990年底已近30万元购入散值,持货32年,账面获利约3270万元,期间升值约111倍。 同楼湾谈间,乐身大厦1至3楼,前卡拉OK集团旗舰店巨铺, 由资深投资者以大包租形式租用再进行分租,租客可租用全数或部分楼面。 物业每程约2.5万平方尺,合共约7.5万平方尺,一项此租约48至55元。 好了,今天的报道来到这里,大家想紧贴事况, 记得订阅我们中原工商铺资讯台的频道,下次再见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